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来up主的频道 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GTA线上如何卡上帝模式无敌模式 这个看起来是非常的有意思的 对吧 首先你需要拉脸的朋友在警线邀请占据的泰档号的大厅里面就位 好的 首先你需要打电话给西门请求一个猜试 说到猜试之后打开手机 然后按了菜单键不放 当你松手的瞬间按A 如果你操作正确的话 就可以听到刚刚拿了个接收猜试的音效 同时还进入了菜单 好的 接下来我们启动一下二楼星制作的泰档号菜式 然后它会黑屏一下 然后就转到了西门的泰档号菜式 是不是很神奇呢 接下来按B返回退出就好了 接下来赶紧点点实际键右键进入最终计划面板 然后它会转到来自它的泰档号大厅里面 这个时候退出就好了 然后你会发现你变成隐形的了 接下来走到车库的门口 当你到达车库的门口之后 按实际键下键直到右下角显示A选择 接下来让你那位在紧急邀请战局的泰档号大厅的朋友呢 准备邀请你 当他邀请你的瞬间你按A确定 然后立马接受邀请 就是你按A了之后呢 再按西瓜键不放 好 接下来他会出现这个注意 这个时候让你的朋友退出泰档号大厅 回到地图上 当他回到地图上之后呢 你再按A继续 接下来呢还会弹出一个警告 就是你无法连接到此战局啊 这个时候按A继续你就回到地图上了 回到地图上之后 你会发现你在积极铺的车库门口 这个时候呢我们来验证一下 捏个雷 好 我们已经卡3D模式卡成功了 这个3D模式有什么用呢 其实啊 也只能让你在这个战局在这里玩数玩笑而已 而且呢 很多菜市你是没有办法开的 而且当你尝试把你的朋友邀请进来之后呢 你会发现过没多久呢 他就会被踢掉啊 就离开这个战局了 而且在这个模式呢 你的朋友呢是看不到你在地图上的 也就是大地图是看不到你的 但是呢 走到你身边是可以看得到你的 而且你也没有办法打开手机 也没有办法离开摩托班 也没有办法开始摩托班的工作 那么呢 这个模式呢 倒是还可以复制车 还有一些赚钱的bug 不过呢 我对复制车倒是没有什么兴趣 那么呢 假如你在战局里面遇到这种啊 开着3D模式的玩家该怎么办呢 你就911啊 用消防车的水去喷它 就可以把它杀了 对的 没错啊 消防车的水呢 是可以中断这个散电模式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散电模式呢 它非常的耗内存啊 运行一段时间呢 它就散退了 好的 那么呢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到处看 喜欢的话 不妨点个赞 加个订阅哦 那么呢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